就是说是有一个同修不是窄边放着大悲怒入睡吗 结果他梦到有人告诉他 说新闻上火车上有个专门车将是供乘客行夫妻之事的 并且有摄像头摄像 后台有官员全程监管 我是单身从未探过恋爱 这个梦是不是护提醒 是不是护法神 在这方面监管比较严格 还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这方面都有监管 请师父开始一下 所有的修行人全部有监管的 你只要去做这种男女之事 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 因为按照这个 按照那个我们讲起来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这个肚子以上都是属于善道 人道 偷人道的 头呢就是天道 是这样 那么这个肚子肚前以下呢是属于畜生道的 所以呢你出行畜生事的话呢 他呢下面的地府的官就来开始管了 所以呢这些官呢全部不是天上的 全部是地府管的 那么地府管的话你就知道了 他以后就是拉到你到地府去 所以为什么很多王子啊 年轻的人呢 为什么整天都做这种畜生的事情 他最后下辈子他就投了一个大畜生了 就怎么样 所以你去看好了 畜生在这方面他毫无忌惮的 他想怎么做就做 所以让他下辈子投畜生的时候 就连衣服都不给他穿 因为他不要脸嘛 嗯 人全部都穿衣服的 只有畜生永远没有衣服穿的 畜生穿上衣服本而被人家笑的 是的是的 好了 这个是这样 师父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师父说的 不要送欲要节欲 是这样吧 师父 一定必须 我告诉你 必须 我告诉你 有这种色欲的男人 我告诉你 不会有大出息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你去看好了 一个人对这种欲 对男女制色搞得很厉害的人 早点往里倒掉 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倒掉 不就是色欲方面吗 还有财欲 对对对 对对 是吧 是吧